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非常痴迷死神 为了得到死神签名,他将死神召唤过来的故事 死神 在某个夜晚,一栋居民楼内一个神秘的小孩正在翻阅书籍 一声惊呼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道古老的死神召唤咒语 一一葫芦画瓢,很快小男孩就在墓地板上画了一道一模一样的死神召唤咒语 随着一阵笔画,死神召唤咒语开始生效 而与此同时,死神在一家豪宅内准备执行今天的任务 目标是金发男 正当死神准备挥动死神镰刀时 召唤咒语生效了,将死神的武器给召唤走了 所以这次行动就失败了 十点钟整,金发男被闹钟吵醒 他一脸兴奋的起了床 开始在自己的豪宅内自娱自乐 完全不知道他刚才是命悬一线 死神掏出,死神怀表 上面记录着金发男即将死于摔倒 于是呢,死神便在浴室外面等着 之后还歉意的坐在桌子上喝着咖啡 看到地毯上溢出水之后 死神举着武器准备出手 这个时候召唤咒语又来了 正当死神拼命反抗之际 金发男一个飞踹冲了出来 这下可把死神给气坏了 拼命向前冲时,被召唤咒语吸了进去 很快,摔得晕头转向的死神出现在小男孩的房间内 看到最可以祸手的死神立刻拿着自己的武器 准备向小男孩动手 小男孩吓得连忙将死神杂志挡在自己的面前 死神一脸疑惑 环顾这间房之后才发现 这里到处都是他的画像 他这才明白 眼前的这位小男孩是自己的铁杆粉丝 死神非常开心 用法术变了一只羽毛管 在杂志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小男孩简直是太兴奋了 围着房间跑来跑去 还不断欢呼 就连死神也被小男孩的气氛给带动了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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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